哈喽同学们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啊大树老师北方人吗是的是的同学们啊好同学们我们这节课就正式开始了同学们好久不见啊和同学们又一次在我们的正式课与大家相见了啊好我们一样做一个简单的开场好不好啊哈喽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的声乐学院啊我们又一次很开心的和同学们在这里相聚了对不对也欢迎同学们又一次来到我们06217的正式课课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大树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好那么同学们我们呢在正式上课之前呀还是以往一样啊我们在上课之前 把我们的设备呢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试保证同学们能够在上课的过程中清晰又清楚的听到老师的声音和画面好不好啊大树老师是教用力吸气吗啊米江同学啊这个呢我们课一定是会教的 那么这节课呢是我们一个初节课那么我老师主要给大家教的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啊我们这些课呢可能有更多的是用于我们的理论知识啊同学们啊 马迪那是零基础同学非常好非常好哎这样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同学们能够给老师打出来一下有基础同学给老师在弹幕里打一波数字一没有基础同学给老师打一波数字零好不好让老师来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好不好啊 小凤同学说啊期待很久了啊同学你放心老师不会让你有很那什么的啊期待是值得的好好好啊同学们都是零基础太棒了太棒了啊那同学们那么就跟着大树老师我们来一起认真的把我们这个基础课上好好不好那么来接下来我们往下看一看看我们这节课都学习的什么样的内容好不好哎一张白纸 你就是我太棒了啊好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06217的这节正式课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同教育的大家庭好不好同学们那么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还是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相信呢有的同学在体验课已经看过大树老师了对不对哈哈哈好来看看这是大树老师的一个个人简历老师大概简单的说一下那么我是这节课的主讲老师大树老师那么我从 从小自幼呢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搞音乐的那么从小也学习音乐艺术呃呃高中呢就读于我们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然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那么在校期间呢我学习的都是我们的声乐表演啊都是我们的演唱唱歌那么在校期间呢我也参加过很多学校的一些这个 学校的活动啊组织的一些大型活动啊也担任了一些合唱的领唱啊包括一些活动的独唱啊那么也参加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国际和国内的声乐比赛啊乱哄哄的怎么回事啊哎国评同学是是设备问题吗同学赶快退出重新登录一下好不好啊 不要灯我们这些课啊不要那个我们这些课是重点啊重点啊不会不会哈哈啊 大树底下好乘凉是的啊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这一己之力帮助到同学们能够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更加的遨游好不好那么这个就是老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呃这个个人简历也有很多老师就不写了同学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同学们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嗯既然是上课呢同学们老师就要给大家立一个小规矩了好不好悄悄黑板首先呢来同学们老师给大家五个点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地遵守我们的课堂纪律好不好那么第一我们是要认真的上课 这是我相信同学们一定都是会认真去做到的对不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这个学习环 当然了就是我们的弹幕当中的同学们一定要和谐发弹幕啊不可以有一些攻击上的语言和文字好不好啊当然了课后呢我们在课后有同学给同学们留了一定的时间来给大家答疑啊就是有答疑的时间那么有什么问题呢同学们可以在上课的过程中 有你可以发弹幕老师看到以后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讲解好不好啊 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及时的去交作业了啊我相信刚才我们开学典礼呢也跟同学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交作业的一个方式啊一个仪式告诉同学们怎么去教也一定跟同学们说了交作业的一个重要性 对不对啊好那么老师呢也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作业的重要性啊那么提交作业重要性呢首先我们有三个点同学们第一呢老师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的更好的达到我们的学习的一个效果啊通过我们提交作业这么一个稳定的行为呢 从而让同学们学到更加全面的一个知识啊当然也是第二点循序渐进希望让同学们对自己的一个疑虑啊和一些困惑能够逐步的一一消失掉 哎 好那么第三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啊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啊从而提交作业呢得到一些问题 哎老师进行一个讲解和解答那么同学从而吸收以后呢更好的能够独自的去提高自己问题的这个识别的能力啊好我看灯火蓝山说这里听着没回音啊同学什么意思是听着什么叫没回音啊这是什么意思同学啊 啊灯火蓝山同学赶快打开你的这个退出我们这个直播间再重新登录一下好不好啊不要因为这个这个小的问题来耽误了我们上课的一个好心情好不好哎 好好好 哈哈哈哈 马迪啊马迪那同学好嘞好嘞好老师真的是希望顾及到每个同学当然了同学们也要谅解老师也不可能去顾及到每个同学好不好哎 好来看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最后两个点就是学习的环境呢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营造的所以我们的弹幕区的一定要和谐共同进步使得我们的音乐知识啊让同学们更好的吸收啊 那么第五点就是课后不要着急同学们是有回放的啊我们这个回放老师下课后就会赶快进行上传然后通过我们的后台一个审核呢大概在一到两小时之后同学们就可以看到这节课的回放了我相信这我们的正式同学们呢有很多今天呢没有能够来得及到场有很多也有我们国外的同学们啊都和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时差的啊 所以同学们不要着急不要担心好不好那我们课后会给大家有一个回放的好那么说这么多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节课作业的一个提交来看一下首先同学们来看看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作业提交的视频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大鹏教育的APP 哎然后呢跳到了这个页面对不对然后选择它正下方哎发布也是叫什么呀我们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什么呀叫做C位啊这里有个发布同学们点击一下发布 来点击一下发布哎这时候就跳出了这样的一个页面对不对这里呢选择正式课作业提交 哎我们点一下正式课作业提交这时候呢又跳出来这个页面我们选择声乐 然后找到声乐理论模块 哎把作业进行一个提交那么同学们要记住我们提交的是06217大树老师这一期的一个课好不好不要提交错误来然后呢一定要找到我们这个声乐理论模块这一页才可以好不好点进去 好这是一个我们APP上的一个提交方式我相信同学们也有这个在我们这个网络上进行一个看的那么网页上面一个怎么去进行提交作业呢老师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什么样 这个视频的一个剪辑来给大家看一下作业网站上是怎么进行提交首先同学们一样先在这里登录我们同学的自己的大棚的账号哎登录以后呢成了这个样子我们选择正式课然后在这里有个正式课作业提交点击他 哎这时候跳出这样的界面我们一样还是找到我们什么呀声乐学院点击声乐 哎然后这里跳出什么呀声乐理论模块然后呢从而找到我们这一期啊2021年06217哎这一期然后进行一个作业的上传就OK了同学们 这是我们一个作业的提交方式同学们都掌握了吗掌握呢给同学同学们给老师在弹幕里打一波666啊送给同学们自己啊有认真听讲的同学们哎来老师看一下啊同学们有说什么嗯我觉得这个课超级清楚那个老师声音会大一些哈哈哈哈好好好声音大些就可以啊 太好了同学们没问题OK那么同学们也要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不要登错了啊同学们嗯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在这里啊 3w大鹏教育.com啊不要交错了来接着看那么我相信同学们也在这个时候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正式课的一个直播同学们有用APP的有用我们这个网页的那么同学们都要一样啊点开我们的正式课选择声乐 找到我们这个然后开学典礼然后每一节课直播课里呢都会我们每一节课讲什么知识点哎这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我们大鹏教育APP同学们尽量来用我们APP来进行一个听课啊好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啊问题一个咨询同学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负责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大树老师讲师那么我的 主要问题呢是给同学们授课以及解决同学们在上课中课程当中一些问题啊这是大树老师的职责那么第二呢是我们的助教老师助教老师负责我们的点评作业我们课后提交作业之后呢我们助教老师会给大家第一时间进行语音的一个作业点评啊那么还有我们的学管老师 学管老师呢负责大家的日常一个管理就是我们的学习排课以及课后的一个答疑啊同学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三位老师啊的一个日常工作好不好哎来看一下然后我们的学管老师和讲师这个答疑时间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呢同学们在没有在我们这个工作时间内啊上课时间内九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的过程中 同学们可以在各自的学习群里去找群主老师来进行一个问题如果和发表问题以后呢五分钟之内没有一个很好的解答那么同学就可以 爱他我们群主了我们就要圈我们群主把它圈出来啊让他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解答啊同学们看一下啊注意要找到各自的群的群主然后回答的时间是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 啊好了这就是我们一个作业和老师们的一个管理时间接下来看我们一个正常的课程导学同学们来看一下课程导学我们机这节课呢是一个基础课初级课那么我们这个讲的呢也是基础理论知识那么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也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了解我们简朴的阅理知识然后从而掌握呀我们非常专业的音乐术语以及音乐中 常见的一些音乐符号啊嗯当然我们学会了就要进行一个实践对不对同学们学到知识以后就可以去自己实践来识歌唱谱哎当然了不光是要同学们这样更是为了我们往后我们进阶课和高阶课打下了一个坚定而又良好的一个基础哎也可以像同学们像老师一样 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声音对不对啊当然了我们初阶课同学们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讲给他给大家尽量去解决我们的音准和节奏啊这是这两个点同学们要记住啊我们初阶课解决是大家音准和节奏的问题啊好再看第二个点 我们学习的方式呢同学们都是通过直播录播以及老师课后一个回放啊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形式那么还有同学们认真的一个提交作业啊那么作业提交的方式呢和我们的体验课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体验课呢就是给同学们用文字来进行一个回答和答复那么我们正式课呢就是用语音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回复了啊这个效果上是有不一样的区别同学们因为我们文字打呀会一些生辟字不好打出来而我们语音会很好的看清楚同学们的一些视频里面的发音位置以及口腔打开还有演唱中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用语音非常好的给同学们精准的去解决 进行一个点评对不对啊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一个作业的要求老师也说了啊一定要按时提交作业我们提交作业的一个时间呢是从课后到次日的下午15点之前同学们一定要把作业进行一个按时的交啊老师也会根据大家提交作业的一个时间啊来根据这个数据优先给同学们进行一个作业的点评那么最终呢怎么来检验同学们这个 最终的标准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作业一个按时提交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作业的总结嗯好啊对不起老师我接下来的安排只能看回放了没关系没关系同学们啊老师一直在这里等着大家好不好啊你们随时回来老师都在这里等着你们啊我不会抛弃大家的哈哈哈哈好来接着看一下我们这些我们出节课这是我 我们一个初节课的一个课程大纲啊同学们我们今天第一节课呢就学习一个对简朴的一个了解然后简朴中的音名唱名以及C大调啊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接着往后呢这几节课里都会给同学们有个二度三度啊包括一个阶段有一个巩固的每一个阶段啊一个小的阶段会有一个巩固提高这么一个小的课程 让大家进行一个更好更牢固的加深印象哎啊我看一下啊工商觉知语同学说去哪里下载作业作业不要着急同学们老师课后会给大家发布发布以后同学们再来进行一个提交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和我们学管老师来进行一个沟通好不好在群里问一下嗯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初阶课的课程大纲啊那么老师也给同学们每节课准备一个精心的小标语努力就会成功坚持就是希望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赶快学起来哎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目录同学们来我们这节课讲四个知识点第一个点是带领同学们认识什么是音第二个呢对音的一个音名以及他的唱名进行一个认识 第三呢就是对我们的歌谱啊有分类进行一个很好的理解那么最后呢就是第四点找到每个音他应该所在的一个位置好不好哎课用记录吗同学们可以老师有回放同学们也可以在老师这个讲课的过程中进行一个小的笔记啊我相信同学们都是一个相互的啊好来看什么是音美妙的 音有同学们来同学们告诉老师你们有多少了解我们这个音是怎么来创造出来的吗哎知道同学给老师在弹幕里打一拨数字一不知道同学打一样打一拨数字零哎 嗯作业应该没有时间要求大小是有要求的对同学们我们的作业呀一定同学们 尽量是露出一个视频的形式来进行一个提交啊这样方便老师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大家口腔和以及演唱时的一个状态啊非常好的给同学们进行一个那是讲解啊音波和震动的传播非常好非常好啊 行歌落眉同学一看就是有学过好来同学们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啊什么是音音的构造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使得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么首先来看音呢是通过物体的振动 它产生了音波以后呢通过空气的一个流动啊传入到我们的耳朵进入我们的耳膜使得我们的啊进入我们的耳道使得我们的耳朵进耳膜进行一个振动 从而让我们感知到一些音声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同学们老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首先先看我们这张图啊这是一个物体拍了以后有一定的声波音波 通过空气闯入我们耳朵又进入耳道振动了我们这个小耳膜 来举一个例子啊像老师现在的双手我们进行这么一个合拍一拍打对不对 它就会就是一个音对不对 它也会拍打之后经过一个音波 它有一个音波很快啊我们这个流动的速度音波速度非常的快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这手换一下老师面前的这个桌子啊 同学们可能看不到来听一下像桌子的声音 这个呢都是我们的一个美妙的音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一个音的了解了同学们 好来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好听的小视频 那么也从而让大家来认识一些乐器 来听一下 有的同学可能没有听清楚啊 我们再来一遍啊同学们认真认真来集中精神 我们来看课啊 有什么问题不要着急 我们学管老师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讲解 我们课后呢老师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讲解啊 一定要认真的来听我们这节课啊 集中精神 哎很好 那么听完这段美妙的乐曲了 对不对 哎 灯火蓝山同学说拇指琴嘛 非常棒啊 同学们 灯火蓝山同学回答的非常正确 这个呢就叫做什么拇指琴 我们是通俗的讲教拇指琴 但是他正儿八经的学名叫做卡林巴琴 卡林巴琴 同学们要记住啊 卡林巴琴 那么这个呢 同学们来看这个构造啊 就是几个简单的小铁片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通过一定的木板 然后把它通过木头 还有一些小小铁棍 把它架起来以后 进行一个摆动 然后呢 使得这个铁片呀 进行一个什么呀 震动 哎 同学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每个小铁片上都标记的什么呀 你看 C2A7F5 哎 这个呢 就是我们待会要学习到的什么呀 简谱 哎 非常好 同学们 来 这是一个乐器 还有一样乐器同学们认真听 第二样乐器是什么 有讲问答啊 同学们 没有证据 首先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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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节目 拿来 晨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又是一段 哎呀 太棒了 哎呀 同学们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 老师好 我真的很开心 同学们 你们居然对这么多的这种陌生的乐器这么了解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我看有同学已经说了 小松鼠 还有灯火蓝山同学呢 都说了 你看有同学就没有见过吧 说不知道 没有见过像一口锅一样 真的啊 他非常像我们一个家用的那什么呀 炒菜的锅 对不对 哈哈 但是呢 他是就是同学们刚才所说的 哎 很好 还非常好 有水福连同学也说了 对 对 这个就是什么呀 我们当下国外非常流行的一个乐器 叫做什么呀 手蝶 哎 这个就是我们的乐器 手蝶 对对对 很好啊 同学们非常棒 我太开心了 第一节课同学们居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啊 同学们居然都认识 太好了 然后首先呢 来 我们看这里啊 像一口大黑锅啊 也像一个国外的UFO 对不对啊 首先 来同学们 我们来怎么确定它呢 是进行一个什么呀 音高的一个敲打呢 像刚才我们那个手指琴一样 对不对 他呢 就是用这里 同学们来看啊 老师这里有个小鼠标 我怕 哎 老师 这样吧 给大家用一个小笔 给大家画一下 看 这里 看 我们每一个小黑洞里面 它这个 是不是 由大 由大到小啊 对不对 那么最大的呢 它的音高就会比较怎么样 深沉一些 特别低一些 而这个小孔 小黑洞呢 越小 怎么了 它的音就会越高 对不对 哎 是的 同学啊 灯火蓝山同学非常棒啊 非常棒 我们就是用这个小黑锅啊 冻的 大和小来确定什么呀 它的音和高 音高问题啊 这个呢 也是老师要跟大家说的啊 我们刚才进行一个很好的节奏 这个拍打出来的这个声音啊 就叫做我们往后的课程会学到 这叫什么呀 这个就叫做节奏了啊 但是音高是怎么来确定的 就是由它的一个洞来进行一个弥补的啊 我们先来先对每个乐器 每个音怎么来认识的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既然大家都认识的 开始了啊 我们就赶快啊 大的频率低 所以音低 非常好啊 我们同学已经很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刚才的文字定义已经很好的贯通起来了 太棒了啊 来 我们来看看啊 来 对 既然对音我们有一定的了解了 我们接下来要对什么呀 对音的性质也有一些了解 来 首先来看一下音的性质都有什么 老师给大家写出来了啊 音的性质很简单 就这四个点 同学们记住了啊 音的高低 音的长短 还有音的强弱 以及音的音色 那么同学会问 老师这些我好像都知道 你能不能说些不知道 好 来同学们 你来问答啊 问题时间 同学们告诉我 音的高低 在音乐当中 我们指的是什么呀 是音的什么 是指的音的什么 在音乐当中 音的高低指的音的什么 我们简称它为什么 知道的同学 赶快打一波数字一 好不好 打文字同学们可能有点慢 我们有时间的限制啊 所以同学们尽量 频率 哎 这是频率 还有什么 还有不同点吗 同学们 还有不同点吗 起伏音高 有一个同学说对了啊 一念盘同声同学 一 节奏 张灵同学 很好啊 很好 同学们 非常的积极 那么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个正确讲解 音的音高呢 音的高低就是什么呀 灯火蓝山同学说对了 就是音高啊 当然在我们这个音乐当中就是说的音的 音高低呢 就指的音高 那么它呢 就是由于物体的什么呀 刚才有个同学说的了 骆梅同学说频率 对了 然后也有同学说震动了吗 有吗 老师看一下 啊 没有同学说震动啊 但是有人说频率了 没问题啊 那么 它呢 就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频率来进行决定的啊 这个音的高低呢 就是由于物体的拍打以后 它产生的震动的频率来进行决定 音的高低的 那么我们在歌曲当中怎么来进行一个决定 来看一下啊 哎 看这里 哎 一二三 同学们说 老师你这一二三什么呀 一二三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简朴 同学们 提前认识一下啊 那你说 又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一二三都一样 怎么来认别 辨别它的音高和音低呢 来再看 不要着急嘛啊 总是会有办法来认出来它的高低的啊 首先 一二三 我们叫做Do Re Mi 这个呢 上面多了什么呀 多了三个小点啊 我们多了三个点 这里 多了三个点 我们就区分于它是音的高音啊 这是高音 那么相反 同学们 这三个点在哪里呢 如果在下边 那么这就叫做低音了啊 来 同学们 听一下 我们这个音的高低的区别啊 没有这个点的 没有点的Do Re Mi 高音 Do Re Mi 很好 这是高音的Do Re Mi 啊 这个点在音符的上方 我们叫做什么呀 高音 在相反啊 在音的下方 我们叫做什么呀 低音 哎 很好简单啊 很简单 也很好认 同学们 能够很好的掌握就OK 来 再看我们第二个点 音的长短 来 一样告诉我 音的长短在音乐当中 简称叫做音的什么 同学们 来 赶快 刚才灯火蓝山同学说的非常好啊 赶快 我希望这回还有灯火蓝山同学能够很好的讲解出来 音的长短在音符里面叫什么呀 哎呀 太棒了 音直 非常好 有同学说实直 很好 很接近 同学啊 这个叫猴 这是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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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截止 截止是个什么 我不是很明白啊 截止没有这个词哦 啊 音直 音节 截拍啊 同学们都说的 拍直 拍直是对的 猴爱同学啊 拍直是对的 截止没有这个词语哦 啊 但是 同学们答的都很接近 但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呢 还是我们的灯火蓝山同学啊 是音直 那么老师来给大家剪一下啊 啊 音的长短 我们简称为音直 它呢 也是由于物体的振动时间的长短进行决定的啊 怎么决定它音的长短 就是由于物体振动的时间长短来进行决定的啊 来看一下 这里长短呢 老师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标记 同学们认识一下啊 来 像我们这个音啊 同学们 带到 更重要我们是什么呀 带到我们这个 啊 歌谱里头 简谱当中 让同学们更好地去认识啊 首先来看 一个单独的数字一 后边有个什么呀 这个小的短线 我们叫做什么呀 增实线 我们以后课中会给同学们很详细的进行讲解 今天先来认识一下初步见面嘛 对不对 来 这个音呢 就很长 对不对 同学们直观看上来 这就有一个 你看 明显这有三个线 这有一个线 这个音 就是比这个音要怎么样 要长 来 感受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长 它有多长 那么第二个 短 它又有多短呢 来 感受一下 第一个音 好 第二个音 诶 怎么样 同学们 是不是就变短了 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 这个长短 是不是根据这个物体的振动 诶 它振动的时间短 它就就 音就短了 振动时间长 它的音是不是就长了 非常简单啊 所以同学们 你们这个音的长短 就是由于我们这个 音的振动的长短进行决定的啊 来 再看第三个点 音的强弱 一样啊 来 老师就不问了啊 不问同学们了 老师用一个卡通可爱的图案啊 看第一个 感觉特别生气啊 像钢琴上一样 诶 对不对 就这个音特别的强 对不对 我们演唱歌程当中也要有音的 起伏 我们就叫做强弱了 对不对 应的起伏 我们叫做强弱啊 那么当然 老师给大家还要讲解 就是 强弱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强弱就是由物体的什么呀 振动的幅度的大小啊 不是频率 是浮动 哎 浮动的频率大小来决定的啊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唱歌的时候 老师为什么有时候会说 同学们 感觉同学这个没有把歌曲的浮动唱起来 哎 不能像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唱的很有流线性 哎 波澜起伏 有强 有弱 有强 有弱 诶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啊 老师同学们教的作业 老师给大家点评 我现在同学们有个同学看到过啊 说老师 老师说到 这强弱呀 同学的起伏不够 强弱不明显 这些都是老师们给大家进行一个点评作业时候会说到的啊 好 来看啊 这是强已经感受到了 那么弱呢 从刚才的 咚 特别使劲 特别强的一个音变成特别柔弱的一个音 对不对 强 弱 哎 同学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啊 那么 最后一下 音色 这个音色呢 可能有点让同学们 不是很好理解 没关系 老师帮大家一定解决 音色呢 同学们听一下啊 音色呢 我们简称叫做 音的色彩 那么它呢 也是由物体 产生的 但是呢 是由物体 本身的性质 所产生的 包括这个性质之中 包括它的 大小 形状 长短 高矮 啊 那么老师举一个例子 同学们可能在电视上 以及一些 这个手机上的软件都会有推送过啊 同学们可能看到过我们家里用的水杯 对不对 小喝水的杯里面的水的 多少 来决定的 包括它的圆的 还是风的 哎 这就是用它的音 这就来区别它的音色了 同学们啊 来理解一下啊 接下来呢 老师用一首歌曲 来给大家区分开 它的音色是什么样的 同学们来听一下 然后呢 听完之后 告诉老师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哪一首歌 来听一下 第一个 我还是一首歌 哪一首歌 咱们唱好了 这首歌 当一首歌 是奥 何故 的 音色 P 佣 B 留下 这首歌 唐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来听一下第二个 来听一下 好 我们的歌曲听完了 哎呦 老师都被大家逗笑了 对的对的同学们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呀 同一首歌 这首歌曲 有同学都说 你看我们洛梅同学说 搞笑的一句话 和同一首歌是一同一首歌 同学们太幽默了 太幽默了 非常好啊同学们 第一个回答出来的 还是我们的什么呀 灯火蓝山同学 非常好 那么同学们都回答对了 太棒了啊 那这里呢 老师给大家准备这个音乐是干嘛的呀 就是为了让大家很好地来区别音色 那么老师给大家在这里进行一个讲解 音色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啊 这个呢 是用我们什么呀 钢琴来进行演奏的 那么它出来的音色 就是钢琴的声音 对不对 哎非常好 这鹏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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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师记得你哦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钢琴的音色 这就是我们来区别 什么呀 音的音色 同样一首歌曲 它的音高没有变 它的音量也没有变 它的音质也没有变 但是唯一变的就是什么呀 它的音色 对了 这就是它的音色 我们用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我们的人的声音来进行演唱 那么出来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我像刚刚老师在评论区里看到啊 有同学说 这个呢 就是说明了什么呀 这个就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音色不同 哎 这就是音色不同 老师在点评作业当中的同学们之前提交作业呢 也说过啊 同学 这首歌曲很适合你的音色 那么也说过 有的同学一张嘴 哎 同学 你的音色非常的棒 啊 是那种高亢明亮 还是像老师这样 浑厚啊 或者是那种沙哑的啊 这都是我们不同的音色 明白了吗 同学们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音色的问题啊 老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再看 我们音色完了 对不对 那么音色当中含有一个包含的知识点叫做什么呀 乐音和噪音 非常好 实话明白了啊 同学们 同学们来明白的呢 给老师在弹幕里打一波666好不好 送给同学们自己啊 送给认真听课的同学们 好不好 送给大家666 哈哈 好 来看一看啊 我们这个音的性质当中啊 音色我们又包括什么呀 乐音和噪音 那么什么是乐音 什么是噪音呢 老师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那么什么是乐音 乐音呢 也是震动啊 有规律的 有规则的 但是呢 它震动啊 含底有明显的什么呀 音高啊 固定的音高 像我们钢琴呢 就固定音高 对不对 一个键就是一个音 说道它就是道 说right它就是right 对不对 这个呢 就就是我们的乐音 那么简单一点说呢 乐音呢 叫什么呀 乐音就是我们什么呀 好听的音 一听上去就 这音特别的好听 或者这个人一唱歌 哎呦 这人唱的特别好听 我们都可以叫什么呀 乐音 好 我再开车 哎呦 同学们 不再这一时半会儿 好不好 老师的正式课呢 是有回放的 同学们 一定要什么呀 安全出行 好不好 哎 不要让老师 担心大家啊 我这节课呢 是为了让同学们 更好的来 听课 来让大家学习到 我们的知识 不要这样 好不好 同学 这一棚同学 你看 我们的同学 都像你进行了一个 关 这个关心 同学们 开车不听课 听课不开车 哪怕我们停到路的旁边 停车位上 来进行很好的听课 好不好 千万不要开车听课啊 同学们 注意安全 好不好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再看 第二个 什么是噪音啊 哎 震动就是什么了 没有规则了 哎 震动没有规则 那么听起来又怎么了 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固定的音高 对不对 哎 老师举了例子 像我们什么呀 这个架子鼓 像我们的鼓敲打乐器 一听上去 只有什么 只有一个音嘛 咚咚咚咚咚咚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Doremi 这个音高 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噪音 那么很 也是很简单的说 乐音是好听的音 那相反噪音就什么呀 不好听的音了嘛 对不对 哎 所以老师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好听的一个 一段小的音乐 来同学们来听一下这个噪音和乐音的区别在哪里 来啊 当然同学们 老师在这里还要再说一点啊 小括弧 括弧啊 括弧啊 我们这里 不一定 钢琴 我们说的不能是特别确定啊 不能一定 同学们 没有板上钉钉钉死的啊 我们不一定说钢琴 它一定就是乐音 那它不是噪音 不可能 你比如刚才我们说 钢琴有明显的音高 对不对 我们这么弹 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有固定音高 那么这个就叫做乐音 那么我这样弹呢 乱弹 对不对 我们叫做乱弹琴 乱弹琴呢 这个时候就从乐音变成了什么了 噪音了 对不对 啊 这是钢琴 那么相反 我们的鼓呢 虽然它只有一个声音 咚咚咚 这一个声音 但是呢 它这么单独敲起来 胡乱敲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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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的节奏感 我们就叫做噪音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成为一个乐队 我像同学们都参加过一些 酒吧酒会 有些小的小乐团 对不对 有架子鼓 有钢琴 有吉他 有有贝斯 有主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鼓怎么了 就给升华了 对不对 它有了一定的节奏 有了一定的这个氛围 陪伴它的小伙伴 吉他呀 乐这些等等一些乐器 使得它就怎么了 就从噪音变成了一个很好听的乐曲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不能是定死 同学们 能定死的就是什么呀 有固定音高的 能听出来有明显固定音高的 我们叫做乐音 那么对不起 没有固定音高的同学 没有固定音高的这些音呢 我们通称为什么呀 噪音 好 同学们要理解一下 来 赶快来听一下我们这段美妙的节奏 特别带感 同学们特别带劲 来 好 很短 对不对 那么 很短不要紧 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我先同学们认真听的 刚才前面那已经听到什么了 听到了前面有什么 鼓特别短的一个solo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造音的嘛 再往后走走走 它就叫什么呀 有了乐器 贝斯 吉他 等等一些乐器进行一个加入 就成了一个很好的乐团了 对不对 这时候它的音就变得非常的好听 对吗 来 再听一下 钢琴 一个这个比较长啊 同学们 老师给大家从一半开始听一下 非常好 灯火蓝山同学 啊 嗯 好 来 好了 音乐特别长啊 同学们 我们听一听啊 是不是感觉大家都意犹未尽啊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个课后 老师把这首歌曲 发给大家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是什么样的歌曲 好不好 啊 来听一听 梦之雪 你好像感冒了 没有 同学们 老师这屋 太热了 太热了 真的 老师 尽量不让同学们看到 我没有感冒 这棚同学 你好好开车 好好开车 真的啊 同学们 注意安全 不要让老师再提醒你了 这棚同学 好好开车啊 非常好 灯火蓝身同学 嗯 我怎么觉得 你是学过音乐的呀 啊 你这个 这个音乐 音乐素养 音乐知识 这个太广了啊 什么都难不住你啊 同学们 对 这首钢琴曲叫做 梦之雪 哈哈 太谦虚了啊 同学们 一定要 嗯 那个 我们有好的同学 我们要互相帮助大家 对不对 我们这就团结 友爱 对不对 哎 作为同学们 灯火蓝身同学啊 哎 是老 老学员了 哈哈哈哈 是啊 好好好 来 没问题啊 赶快 我们接着看啊 什么是月音 月音 噪音 同学们 这是一个接着片段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怎么样 我们毕竟是要干嘛 唱歌嘛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 歌的谱子都有哪些 同学们 来告诉我 唱歌的谱子 一共有几种 打在弹幕上 快快快 赶快动手 动起来 歌谱都有哪些 哎 灯火蓝身同学 我要点你了啊 呵呵呵 简谱非常好 非常好 来 我载我们的 这个在线的同学们 来点名啊 点名了 同学们 你 涅槃重生同学 啊 张 张峰秀同学 赶快告诉我 我们的歌谱都有哪些啊 很好 灯火蓝身 呵呵呵 这是我高中考试的提示音 嗯 你年龄不大呀 啊 我得到了一些信息呀 啊 很好 非常好啊 简谱五线谱 就这两个 没问题同学们 对了 歌谱的种类 就是有我们的五线谱和简谱 就这两种同学们 非常好 非常好啊 那么 我们老师要说一下啊 不管是哪个谱子 他们呢 都是我们什么呀 纪谱法 其中的一种 啊 都是纪谱法 其中的一种 那么我们 以后的课程中 包括今天 我们以折 重点是给同学们要讲什么呀 简谱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线谱 同学们会说 为什么不讲五线谱 来 看这里 你们第一下直观上来看到 同学们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已经很简单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 我们叫斧头 斧干 哎 还有一个斧尾 当然那是八分音符 我们这里呢 都是四分音符 哎 举办出来的 那么首先你要了解五条线 五线谱嘛 五条线四条尖 那么每一个音相对应的只能在一个位置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刀 我们在这个叫做什么呀 下加一线 那比如说这个right 我们叫做哪呀 第一尖 那么这个比如这个咪呢 我们叫什么呀 叫第一线 那么我们这样记起来 同学们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们 相对难说 第一下 一眼上去 同学们 你们能听到 能够告诉老师 这是什么音吗 来 同学们 告诉我 这是什么音 你们第一反应 告诉我 这是什么音 打在弹幕上 快 这是什么音 是不是 不能够很快 第一时间就能找到 它什么音 比如再说第二个 蓝色的 这又是什么音 对不对 同学们 你看 你们不能这么耍赖 同学们 我觉得你们耍赖了 这我都把简谱 给你们打出来了 对 你们要告诉我是发什么 好好好 算同学们聪明 好 老师 不开玩笑了 同学们 同学们就欺负老师 来 为什么不讲五线谱 对于零基础同学们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现在 同学们 这个简单的谱子 老师给大家摆出来 就 同学们 只要跟着这个去数 就可以了 那么在我们演唱过程中 谱子不一定是 这么去挨个挨个唱 那么我们的歌就不叫 歌了 叫什么呀 叫练声了 叫做 应接练习了 对不对 而我们的简谱就不一样了 同学们 再看 简谱已经出来了 简谱呢 非常简单 就是由我们的什么呀 阿拉伯数字 1234567 来进行一个标记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标记 我们这就是 为什么老师想给大家讲的简谱 就是让同学们能够很简单 明了 通俗 无意懂 同学们又非常好掌握 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 一个目标 老师的目标 是让同学们通过课程 能够很好的去自己 能够离开老师以后 独自的去完成一首 大家自己喜欢的作品 不是一首 是每一首 是每一首 所以同学们 老师这里给大家 进行一个简谱的标记 五线谱相对来说 比较难一些 但是我相信 对于灯火蓝山同学 肯定不难 灯火蓝山同学绝对不难 所以 这就是五线谱和简谱的 一个区别 同学们 这就是老师也 为什么要给大家 讲简谱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同学们 好好地跟老师来学简谱 五线谱 我相信在 我们的以后的课程中 一定会给大家 有所去进行一个讲解 同学们进行一个认识 慢慢慢慢简谱熟了 五线谱其实 也就慢慢慢慢熟了 对不对 来 好了 这是五线谱和简谱 都是 Doremi fa sol la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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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对于我们的谱子 已经认识了 那么接下来 对于我们的音符的名称 和音的名称 来进行一个认识 我们刚才来简谱认识了 来 接下来再好好说一下 我们的简谱呢 就是用我们的阿拉伯数字 1234567 来进行一个 音阶的标记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标记的方法 音阶 那么它呢 也是七个基本音级 音阶中七个基本音级 音高的一种 记谱方式 记谱方法 这是简谱 就是用1234567 来进行一个标记的 同学们记一下就可以 然后呢 那么所读的时候 它每个音代表的 它的读音 它的唱名叫做什么呀 Doremi fa sol la si 音读为Doremi fa sol la si 那么它每个音呢 代表的就是有什么呀 这些英文字母 26个英文字母 来代表了啊 C D E F G A B 来进行表示 那么在歌谱中 出现了0 代表什么呀 就是休止 就是休息 那么这里的0呢 包括这个数字 单独每一个数字啊 它的实值 都相当于五线谱里 的一个什么呀 四分音符 只要这个音符 没有任何的一些 像我们开始进行长短 那么一个进行的区别啊 那么它代表的都是四分音符 同学们记一下啊 记住 这是一个小知识点 那么再往 这个第二节课啊 老师就会给大家讲到 五线谱 不是 讲到简谱中 这是四分音符 那个是几分音符 对音符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识了 来 随人音符的认识 来看看标记啊 它的写法 就是我们的阿拉伯数字 1234567 那么唱名 唱的时候 我们就要唱什么 都软密发索拉 西都 哎 这是他演唱的唱名 那么每个音所对应的什么呀 音名 不能唱的时候 不能唱 1234567吧 对不对 我们就要唱 导人密发索拉西 那么相对应 它的音的名称 叫做什么呀 CDEFGAB 哎 这个呢 就是待会儿 我们要讲到的 调识中 会用到的比较多啊 同学们 不要着急 来看 这里讲的就是什么呀 这里讲的这个叫做什么 中音区 无升降记号 没有任何的 一个上面有小点 或者下边有小点的 没有 那么没有任何标记的 我们叫做中音区 来同学们 声乐课 声乐课 我们要动开嘴了啊 说的前面 老师都口干舌燥了 来唱一唱 同学们嘴巴动起来了啊 来 很好的帮助同学们 来解决我们的音准的问题 来跟着老师 有钢琴的同学 弹钢琴 没有同学 跟着老师 来一起进行模仿啊 我们都说 唱歌最好的老师 就是模仿啊 走 Doh Ride Me F So La C 好 我们中音区 同学们 这里一个小知识点啊 每个音区 我们都是由七个音 来进行标记啊 没有 不是八个音啊 Doh Re Me Fa So La C Do 那已经跑到高音区了啊 每个音区 只有七个音 我们七个音一轮回 七个音一循环 明白了吗 中音区往上走 是高音区 中音区往下走 是低音区 待会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音的位置 来给大家讲解 来 接着 再把我们的中音区 同学们 很好地来演唱一遍 注意每个音的音准 Doh Rai Mi Fa Sou La C 往下倒着唱 好 这个同学们 就是我们一个中音区了 同学们要记住 上边没有点 下边没有点 这个前面没有升降记号 这个升降记号 老师在这里先一样 还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初次的见面 以后会跟大家经常见的 这里常见的就是音的高低 同学们要进行区别 数字上方有点的是高音区 数字下方有点的是低音区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 好 来看 下一个 就来认识什么了 高音区和低音区 来 一样 同学们 我们还是来进行一个什么呀 演唱 来 非常好 灯火栏生同学 太棒了 非常好 同学们 能够跟上老师这个脚步进度的同学 给老师打一波666 如果我讲的快了 我讲的慢了 同学们 一样 在弹幕里 给老师进行一个 飞快的敲打 老师看到以后 进行一个 尽快的调整 好不好 来 高音区 同学们 注意了 高音区 走 很好 像一个楼梯一样 我们叫做音阶 我们这个就叫做什么呀 音阶同学们 像楼梯一样 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七个一循环 七个一循环 我们这个就叫做什么 音阶 记住啊 好 我们再来一遍 高音区 走 下行往下走 同学们高音有点费劲啊 老师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浅息 我们浅息 浅签的说一下 这是我们进节课 要给大家讲到的 一个七夕的问题啊 来 我们到了高音区 同学们 拉 同学们可能有的费劲啊 顶得上不去 你看啊 无碍 同学说 顶得上不去 浅息 浅息 好 来 我们说啊 这个 到了拉了 同学们可能费点劲啊 有点 拉 可能同学们的声音不像老师这样 用气声 然后又有打开了口腔 声音穿透力特别高 同学们可能是这样的啊 老师猜的啊 同学们听一下 对不对啊 同学们的演唱是 道 软 米 法 锁 拉 锡 道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哎 哎呀 老师学了一下同学们的这个唱啊 确实很难受 那么老师来说一下啊 首先 我们要吸气 那么气息在什么位置 要吸到我们哪里啊 丹田 哎 丹田 丹田在哪里 同学们 老师稍微出一下劲啊 同学们看一下 丹田 在我们肚脐眼 向下 一指 两指 三指的位置 这里呢 叫做丹田 这一圈啊 同学们 这一圈 好 我回来了啊 这一圈 我们叫做什么呀 丹田 我们要把气息 很好的吸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样 秘密法宝 叫做什么呀 横隔膜 横隔膜呢 在我们肋骨 在同学们 侧边 摸侧边 肋骨 最后一根 然后 它在这里 我们这里有一个 薄薄的膜 我们这个膜呢 就叫做什么呀 横隔膜 所以我们的气息要吸到丹田 和横隔膜 这个中间 丹田 把气息吸好了 吸到最深的地方 那么横隔膜 进行一个 控制它 夹在它们的中中间 对不对 把气息很好的 在这个中间 进行一个控制 很好 同学们说 我跟着老师练的时候 可以把气息 乘到小腹 没问题 非常好的横鑫山 实话同学说 肚脐眼 向下一寸半 同学 你这个好精准 一寸半 可能 有点 老师比划不出来 因为同学们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身体构造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手指的粗细 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所以呢 我们很好的 用我们的手指 来进行一个 找 我觉得是最标准的 一个 这个一寸半 同学 很难拿捏呀 很难拿捏啊 实话同学啊 所以 用我们手指找吧 好不好 那我来说 是我在录作业时候 唱歌时 中间感觉 不太能控制气息 对了 这就是老师要跟大家说的 横隔膜 在这里 就是为了 很好的来控制我们的气息 把我们气息 吸到单前这里了 然后横隔膜 进行一个 下压保存 吸好气之后 保存在这里 然后慢慢吐气 横隔膜会 进行一个下压 气息就越来越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那个大肚子 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老师给大家 比比 举个例吧 就相当于我们气球 我们的管道 吸气的管道 就相当于 我们吹气球 那个小嘴 那个小嘴 用手量比较精准 对对对 好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管道 相当于我们气球 那个小嘴 我们吹进去 我们这个肚子 是不是就大了 对不对 然后捏住这个嘴 我们是不是就 这个气息饱满了 我们慢慢撒气 把手稍微松开一点点 这个气球的嘴 是不是 同学们听 是不是在漏气 对不对 我们气息也是一样 把气息吸在这里以后 放好 不动 我们演唱时候 来 进行 我们嘴巴张的大小 横格膜 进行一个控制 气息流通的速度 快慢 就是我们的声音 能唱 就像那个气球嘴一样 张得越小 咬住牙 慢慢撒气 同学们 慢吸慢呼 这就是我们 老师点评作业的时候 会给同学们说一下 找不到气息怎么练习 慢吸慢呼 同学们 找文化的感觉 文化的感觉 下去去进行一个练习 来 这里老师 一样 还是刚才那句话 灯火蓝色给同学 已经给到老师打出来了 浅息 我们浅浅地说一下 好 来 一样 同学们 唱高音 气息往下走 然后声音是往上走的 我们正好是一个什么呀 这么一个相反的方向 来进行的对抗 而不是声音往下 气息往上 不是这样的对抗 同学们 是相反拉扯的一个对抗 明白了吗 所以高音 高音气息往下 声音是往上走的 我们再来高音准备 再来一组 同学们 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 做到的同学 给老师在弹幕里 打一波666 好不好 做到的同学 打一波666 还有问题 不要着急 我们课后答疑 来给大家 再进行一个 很好的讲解 来 准备 走 高音 高 这时候还要说一句 口腔也要打开 口腔也要打开 不光是我们叫什么 嘴巴打开 就是我们的口腔 口腔打开 一口气 流行 这个潮流同学 如果同学们做不到 老师不要求同学们 现在一口气下来 好不好 能做到同学 就做到 一口气 尽量 如果做不到同学 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在中途 进行一个换气 好不好 好 来 不然 接不上 现在 好 来来来 同学们 这是高音区 没关系 同学们在哪个地方 换气都可以 因为大家现在气息 比较短 不像老师 这个气息 可能会长一些 那么 但是 唯一一点 可以随意换气 但是同学们 一定要把气息的位置 吸到位 好不好 我可以 让同学们 随意的来进行换气 但是 我现在必须要求大家 要把气息给我 吸到 丹田的位置 好不好 这是老师的一个要求 好 来 看一下低音区 低音区就没有那么难了 朋友们 来 低音区 放松脖子 我们要放松 一定要把脖子放松 不是 D Ready 不要撑脖子 这叫撑脖子唱 所以 我们脖子要放松 用气息带动我们的声音 来 再来一个 从搜开始 低音搜 准备 起 好 往下走 西 拉 索 法 米 瑞 都 西 拉 索 好 同学们啊 一定要放松 我们再来一组 休息休息我们的生诞 再来一组 走 对了 下走 对了 我下走 对了 我下走 收花 迷来到夕 拉扫 稍等一下,同学们啊,这里有个小虫子好像飞到我的嘴里了 好好好,来 好,同学们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低音区和高音区的一个练习啊,没问题,同学们,给老师一样,打一波666啊 有问题,还是一样,及时来发出弹幕 我看啊,同学们说 我得换气,不然接不上,好难啊 超流同学 真的很难吗,这个 这是,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的 老师要帮助大家找到英准的一个练习 不要,不要,这个潮流同学不难吧啊,千万不要气馁 同学们,老师相信大家可以做到啊,跟着老师来 多唱几遍,多唱几遍,同学们,一定要放开,放开,好不好啊,把我们整个人要放松放开了啊 非常好,非常好 太棒了 大鹏的工作间还没装空调吗 装了啊,同学,就是 不是很凉快 可能老师因为太胖了 太胖了,散热,太散热了啊 装了,装了,但是 空调不是很凉快啊 没关系,没关系,同学们啊 不要在意老师这些啊 来 很好,同学们666都没问题啊 赶上了啊 极多极,同学说 是不是10点下课 同学 怎么会是10点 我们是7点到9点 可没有10点 10点老师 可 啊 是 这个极多极,同学啊 要记住啊,是7点到9点啊 牢记我们的时间,同学们 我们的晚上时间是 几点,给我在弹幕里打出来 我们晚上上课的时间是 几点 晚上 几点到几点 告诉极多极,同学 高音 我看,潮流同学说 高音,Doremi,上不去 好 重觉 这就是气息 你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 下压啊 控制,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慢慢的 老师在以后的课程中 每节课 演,上课之前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什么呀 练声的一个练习啊 我们唱歌之前必须要进行一个 练声 那么这个呢,才会达到我们一个声音最极佳的一个状态 好不好啊,不要着急 慢慢来 对 晚上的七点到九点 啊 那我来同学 七点到八点 那现在几点了 都八点十五了 老师是不是该下课了呀 好好好 来 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 同学你还嫌长吗 不长吧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知识 要给大家和体验课 我们是不一样 体验课 我们会给大家 可能会说一些知识 但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会给大家像这么详细来进行一个讲解 时间不长吧 来 接着往后看啊 来 张灵同学说 发音位置 方法 对 发音位置 方法 发音的位置 在哪里同学们 肯定是我们的声带通过震动 来 从这里传出来 对不对 只是 我们有时候 看不到 摸不着 我们所谓讲究 什么些 头腔共鸣啊 胸腔共鸣啊 我们身体的一些腔体的共鸣啊 这个 你们要知道一下啊 好 马迪娜同学说 我也不会 积累多了 应该就有感觉了 很好同学们 这个 不会 也不一定是 积累出来的 一定是通过 一定是通过详细的学习 学习以后 经过方式方法 然后从而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啊 并不是说 积累积累积累啊 没有没有没有啊 一定是学会了很多的方法 好 来看看 我们这些音 在 钢琴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 慢慢来 慢慢来啊 老师这里要说一下啊 可能 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 然后要说一下 我们呢 是一个 很正统的一个 学习 这个方式方法的一个流程啊 那么我相信同学们也看到过很多那些说一分钟教会你唱歌 比如说一分钟教会你这个 这个 一分钟教会你食谱 一小时解决你的什么这个五音不全 对不起同学们 这些 老师在这里说啊 我只能说他们可能是 虚假信息 一定是 不可能的 我们的声音 不可能一小时 帮助同学们 解决五音不全 那真的 老师这 我说一说 那可能老师的这个 职业生涯 二十 三 快三 快快快 二十五六年的职业生涯 可能就真的 就我 我 同学们 真的 老师在这里 告诉大家 这种绝对是 智商税 智商税同学们啊 真的不是啊 虚假广告对 一定只是为了夺人眼球 真的同学们啊 想要唱好歌曲 有很好的发音方式方法 那么一定是通过详细 而又系统的学习 经过科学的这些发音 才能够达到了啊 暴露了年龄 同学 同学们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没有暴露年龄 我没有暴露 我是 我是 我是00后 我是00后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同学们 来啊 不要开玩笑了啊 我们收 不开玩笑了 来 一样啊 对于中音区 高音区 低音区 我们来进行一个认识 那么 同学们可以看到 高音区上面有一个 背高音区 一样 相反 低音区 也有什么呀 背低音区 那么 背高音区 上面含有 超高音区 这个只是一个音区的方 这个 这个 写法啊 那么每个音区 含会有 最高啊 那么 它的写法呢 就是在上面 一个点上面 变成了两个点 两个点上面 变成了三个点 三个点上面 变成四个点啊 没有五个点了 就那么多 同学们要记住啊 所以 这里有中音区 高音区 背高音区 超高音区 那么相反 低音区有 中音区 低音区 背低音区 和超低音区 那么这几个 那么这几个模块 来 同学们 我们来 一样从中音区 到高音区 还是进行一个练习 那么再从低音区 到高音区 再进行一个练习 来 一样 我们再来一个练习啊 平时接触不到高音吧 嗯 是在说我吗 对 我们平时接触不到 背高音区 背高音区 接触的很少同学们 对于同学们 可能是男高音 或者男中音 啊 不不不 男高音或者女高音啊 高音的这个声部 可能会接触到这些 高音区 背高音区的 Doremi 这些可能会接触到 那么流行歌呢 那么看同学们的这个声带 大家支持个人的条件 这个叫做什么呀 条件 声带 这是资本 同学们 老天爷赏饭吃 那么他的声音能唱多高 与于他的声带 啊 不是说我们一定用不到 只是在我们正常的通俗的一些 比较流行的歌曲当中 那么能用到的同学们 一定是低音区 中音区 高音区 和一点点的背高音区 只有这么多 啊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啊 来 嗯 一样 中音区高音区 同学们 来 准备 中音区 走 高音区 高音区 老师上不了那么高啊 老师是一个男中音啊 所以高音区可能会有些吃力啊 同学们来 我们重要的是让同学们来进行一个什么呀 聆听 要知道高音区和中音区的一个区别 好不好 哎 我上不去 对的同学们 一般的同学啊 我们没有学习过方法以后 这个是很难上去的 这都是需要方法来进行一个演唱的啊 哎 我看工商觉知语同学说 中音区是小自一种吗 哎 又有 又被我发现了一个学过的同学 你这个名字起的就 我觉得就肯定是学过的啊 一般同学不会起这个 五声调试这么一个工商觉知语的名字啊 哎 哎 好 这个同学说 高音区上不去 别着急 猴哀哀同学 刚刚那不是同学们都在说了吗 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慢慢的来啊 高音是一点一点的进行解决 同学们 高音是一点一点的进行解决 不可能像老师一样 一口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啊 不可能的 好 来 后面只能用假音 没问题 假音也是可以的 我们到后期高阶的时候 同学们会学一个真假音的 一个转换啊 给同学们会进行一个讲解 哎 啊 黑屏了知诸常乐同学 黑屏没有吧 同学们 看得到老师一样 打一波数字一 黑屏的同学赶快知诸者 常乐 赶快退出 赶快退出 能够看到老师的画面 听到声音的 赶快再偷一波一 啊 不要因为这些问题 哎 知诸常乐同学赶快退出 重新静一下啊 非常好 非常好 OK同学们 没问题 我们来来 中音区到低音区 感受一下 走 中音区 从西往下走 西拉搜发 米来到 西拉搜发 OK 这是我们的低音区 中音区到低音区 那么低音区 同学们 能不能感受出来 你看 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啊 中音区 我们相对来说 怎么了 声音特别坚实 有力 富有弹性 对不对 Don't let me fall so long 西东 因为是同学们 一个什么呀 很正常 很接近于我们 说话的一个音区 所以他的声音 很坚实有力 对不对 富有弹性 所以我们中音区的 绝大部分是什么呀 在唱歌中 是以和声的一个位置啊 中音区是一个和声的活动区域 而高音区呢 听一下 是不是音色整个感觉特别的明亮 特别清澈 特别嘹亮 感觉 特别干净 特别 有了人心弦 对不对 那么中音区呢 我们主要是以什么呀 旋律为主 高音区主要是以一些歌曲的旋律为主的 那么低音区相对来说 比较怎么了 音色比较单薄 浑厚 浓重 那么他的低音区呢 主要活动是什么呀 就是一些可以唱到低声部的同学们 来进行演唱的 来听一下低音区 一听就特别的浑厚 特别的深沉 来听一下低音区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低音区 好好好 对 非常有穿透力 非常好 同学们 好 知足常乐同学 你进来了吗 刷新完以后是不是好多了 没有问题了吧 好 好来同学们 接着来看 我们来进行一个小的练习吧 好不好 一首很简单的歌曲啊 同学们不要看似简单 那么老师的重点 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很好的 先来把简朴进行一个认识 认识完以后呢 能够很准确的 再把每一个音唱准 这是老师的一个目标 所以同学们 不要在意它的简单 好不好 这里呢 还要看到这里有数字什么了 同学们 告诉我 数字0代表的是什么 同学们 赶快弹幕回复起来 数字0代表的是什么 很好 很好很好 没问题 很好同学们 休止 没问题 来吧 唱起来 请 一 so far mi rai mi rai do 哎休止休止哎非常好同学们来 能够告诉老师这是什么歌曲吗 哈哈耳熟能详的什么歌 哈哈快 什么歌曲 来同学们再来一遍演唱 这个真不知道了 哈哈哈哈 来再来一遍 起 慢一些慢一些啊 认真的体会每一个音 它的音高音的位置 同学们啊再来一遍 走 do do rai mi mi fa so la so mi so far mi rai fa mi ra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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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 mi mi fa so la so mi so far mi rai mi rai do 对 东风蓝山同学 哈哈我们的潮流同学告诉你了叫做什么呀 很久以前 哈哈哈哈 来再来一遍 混蛋很简单 但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很好地找到音准好不好 来再来一遍 起 这个时候老师有一个要求把我们刚才的什么呀 音的性质当中的音色 音的高低 音质啊 音的长短 强弱 都要运到里头 好不好尽量去做 来 没声 没影了 哈喽同学们 看不到了吗 涅槃 这个涅槃重生同学 同学们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赶快啊 有问题赶快退出 重新登录一下啊 能看到好好好 按下F5刷新一下 对同学们 按下F5刷新一下 好不好啊 来 好再来一遍 演唱 注意音准 把我们的前面的音色的一些东西都要用到啊 起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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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都能看到 没问题 那么也能够完整的跟下来的同学们 给老师打一波数字六 好不好 很好 很好 来 接下来做一个一分钟的小游戏 同学们 休息一分钟 我们休息一分钟 这里休息说的是做一个题 好不好 来 不要着急 同学们 这是一道连线题 同学们可以先写在自己的小本上 我们待会一分钟来进行一个练习 同学们来听一首歌曲哦 一分钟 几时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夕何夕夕 千秋重流 今夕何夕夕 得与王子同争 梦笑皮好心 好嘞同学们来一分钟时间非常快对不对 好哎 我看涅槃从涅槃重生同学好了吗 好了吗 涅槃从涅槃重生同学好了给老师在弹幕里打播数字666好不好啊 老师真的不希望落下我们同学每一位同学好不好啊 我看还有说 嗯 马迪娜同学说 嗯 啊对用手机看就没问题都会少些没问题没问题 好还有说刚才没看到很多符号没有学不要着急 老师课后会给同学们进行一个答疑的时间 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候再来进行一个解答好不好哎 好了没问题对吧好同学们没问题来一起告诉我第一个五是什么音啊 好好好没问题来五是什么音同学们 打出来 打出来告诉我搜没问题很好灯火栏上同学第一个啊非常好 第二个 拐拐是什么音 拐 拐 对不起我把答案给大家说出来 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这是right啊 老师给大家 这个把答案说出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 同学们你们这时候我这刚说了答案你们就弹幕这个蹭蹭蹭就往上刷 那你们告诉我西 哎呦 七七是什么音 七是什么音 七是什么音 对很好很好 对对对对对好来四四是哪个音 四是什么 发没问题很好 三 我可不能再说答案了就两个题了 好三是什么 三是咪很好很好没问题 都哎哎呦我又把哎呦我又把答案给说出来了真讨厌 来很好啊 一是兜 没问题 OK同学们看来大家都了解了 太好了 那么说明今天的这个简朴啊同学们已经有一个很好初初步的一个认识了啊 灯火蓝山职业病职业病 对对对对 我一看到这个就很想说出来他是哪个是哪个 对不起啊同学们 让你们有五道题 六道题 三道题我都说了答案对不起 好好好来啊 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音列 那么什么是音列呢同学们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个解释啊 知道的同学一样给老师在弹幕里打一波数字一啊 不知道同学就什么都不说了啊 来听老师解释 什么是音列呢 音列呢是在音乐体系中的音 那么他是要由一个从低到高或者从高到低的这么一个顺序啊 依次进行排列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呀 音列很简单啊 这个音列很简单啊 这个音列很简单 下面有点是Do,Re,Mi,Fa,So,La,C 这是低音曲啊 没问题 好了 是不是同学们 很好很好 OK 这就是音列了 这就是音列了啊 同学们要注意啊 来 来 一样 我们还是要唱起来 同学们啊 我们就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来进行一个演唱啊 所以要唱起来 走 上行 中音曲 走 好 好 好 下走 好 来 同学们 老师想到一个方法 同学们 你们来区别一下老师的音色好不好 我们上行用一个音色 下行用一个音色 你们告诉我 打在弹幕里 上行是什么音色 下行是什么音色啊 是喜 是怒 是开心 是难过 好不好 来 听一听啊 区别一下音色 上行 中音曲 走 Do,Re,Mi,Fa,So,La,C 好 定曲 下行 C,La,So,Fa,Mi,Rai,Do 好 来 告诉老师 上行是什么样的感觉 下行是什么样的音色 很好 非常好 同学们说了 上行欢乐 下行是悲伤难 伤心 对 这个 生痛 灯火栏珊 我没有那么生痛吧 悲伤就可以了 或者伤心 我并没有多么的痛苦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没问题 很好同学们 非常好啊 这就是一个音色的问题 所以老师希望这节课以后 同学们 不光是在我们的体验课 提交的作业 还是我们的正式课提交作业 能够很有感情的来唱出歌曲的强弱长短 让它的音色一听上去就丰富多彩一些 好不好 对 上行是意大利 下行是俄罗斯 我的天哪 老师一个人能唱了两个国家的这个风格 也是很可以了啊 好好好 非常好同学们啊 那么老师刚才说了 希望同学们提交作业之后 能够很好的 我们既然学了 我们就要学拿出来用 对不对 实践它 好不好啊 太棒了同学们啊 太棒了 好 来啊 我们还是对 歌谱啊 这么一个进行一个简单的认识 好不好 哎 中音区 是在这里啊 这里当然刚刚老师 少讲了一个这个啊 这里钢琴上有个叫什么 这叫中央C 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对不对 嗯 我看啊 老师工商学者也说 老师 五 请多唱几下 不同的老师唱的不一样 什么意思同学 啊 工商学之语同学 so 请多唱一下 什么意思 你听一下啊 so dore mi fa so 和下行的 si la so 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吗 同学 工商学之语同学啊 有什么区别 都是so吗 你是说不同的老师唱的不一样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呀 同学 等火烂山同学告诉他 或者我来点名啊 我点名一下啊 我来点名一个同学 来我找找啊 嗯 我们的 我找到了啊 涅槃重生同学 能给老师说一下吗 我们给工商学之语同学解释一下 这个同学所说的 对应该是发 不不不不 不全面同学们 不是发音 发音是一方面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 音的性质当中 音的高低 长短 强弱 和最关键的最后一个是什么 对了 等火烂山同学说对了啊 音的音色 这就是音色的不一样 每个人演唱的风格 每个人的声音构造 都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唱的一模一样 都是同一个 不可能啊 同学们 我们的身体构造就不一样 啊 音色对对对 所以工商学之语同学 明白了吗 不同的老师唱的不一样 对了 这就是他的音色的问题啊 非常好同学们啊 能够很好的吸收 非常棒 来 我们再来一个这个这个 演唱吧 好不好 这里啊 我们还有刚才啊 老师被这个问题打断了啊 不是啊 不是 还有什么同学你敢 你先说啊 我们待会儿进行一个讲解 好不好 来先说这里 不要打断老师这个这个 这个 课堂的这个节奏 好你先说问题 老师要来进行一个解答 那么这里同学们 我们说到了 你看 刚才说到了什么呀 老师说到了 这些 cdefgeb 是音的什么呀 音名对不对 那么他的用到什么地方呢 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一样 我们首先 还是一个练习 那么这里练习和刚才有一点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1等于c 来这里老师标记一下 出现一个蓝 红色框 用红色的吧 标记的比较明显一些 红色的 1等于c 那么这里呢 同学们就用到什么呀 c大调了 老师要说的就是这个c大调的问题 对了啊 这里就是代表c大调了 那么我们的音名就是用什么呀 cdefge cdefgeb 来进行一个标记的 啊 所以这里代表的是一个调式的问题工学们 要注意啊 1 这个1等于c 代表就是c自然大调 啊 这个4 2拍呢 4分之2呢 不是我们数学当中的4分之2啊 是音乐当中的4拍 是以4分音符为1拍 每小节2拍 我们后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啊 这里还是一样浅息浅息啊 好 这里说一下c大调 那么就是由c音开始的 c音呢 也就代表是都 对不对 这个1等于c 那么就是都 那么如果这里1等于d 就是ry 明白了吗 同学们 这是一个调式的问题 然后呢 c 刚才老师为什么说是c自然大调啊 那么c自然大调的构成就是什么呀 是没有任何的升降记号的 调式 就叫做c自然大调 啊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满足c自然大调的一个结构 叫做全全半 全全全半 这么一个结构 它才可以称之为c自然大调 明白了吗 对才可以称之为c自然大调 它必须满足c自然大调的结构 自然大调的结构 就是全全半 全全全全半 全全全半 这也是我们下节课 要给同学们要讲的什么呀 全音和半音的一个问题 哎 好 给我们明白了是不是 好嘞 嗯 我来看一下 啊 刚才那个同学说的我们公传学日语同学说的 这个不一样是哪里不是 是哪里 公传学日语同学来 你也还明白啊 嗯 但公传说 发 唱名 发音 有so 有so 啊 不是同学 这是书写的格式 不是c 不是这个 不是s o s ao 不是so 是so s o l 同学们 不是这个s 啊 是so s o l 这是so 同学们 啊 这是一个书写的格式啊 书写的格式 不是so 这个拼音啊 不是这个拼音是s o l so 才对啊 同学们 要掰过来啊 我不知道是哪个哪个老师说的是so 同学们 你们要上课看到老师的错误 要给他及时进行一个纠正啊 要跟他们说的啊 同学 对 你们要注意啊 啊 工商学治理同学 是这意思啊 吧 是这意思吧 s o l 这是so 不是s a o 不是啊 不是这个啊 标记不一样啊 这书写的问题 同学同学们要注意啊 好了 那么这个问题我解答完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同学 给老师弹幕里打播666 啊 好来 进行演唱啊 老师先不给大家进行这个这个唱名的标记啊 先单独 同学们试一试啊 脑子转一转 反映一下啊 很简单 走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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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la la so fa fa mi mi rai rai do 很简单 很简单对不对 小猩猩啊 很简单 知道 只要知道了第一个音第二个音唱出来啊 一个跨度同学们要知道 do so la so 哎这个音的跨度啊 练习每个音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练习每个音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老师还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标记啊 来 起 准备 起 do do so so la la so fa fa mi mi rai rai do 很好啊 这个简单很简单 来老师看看大家说什么了 啊 后 ai同学说 c大调的音阶关系是全全半 全全全 哎 少一个后 ai同学是三 两拳一个半 三个拳一个半啊 注意一下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猩猩 哈哈哈 很简单同学们啊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哎老师这歌真的太简单了 但是真正同学们太简单 才能够帮助同学们 能够很好的来什么呀 纠正大家的音准问题啊 纠正大家的音准问题啊 来 再来一遍 我们进行下一个 还有一条小练习哦 准备 起 快一些 准备欢快起来 走 do do so so la la so fa fa mi mi rai rai 很好 很简单啊 简单才适合我 我都不相信 这个简单才适合你 你这么 肯定是学过一个 灯火兰山同学啊 你肯定是学过 简单适合你 嗯 我会给你找一个很难的啊 来 同学们 来一样啊 第三条练习 还是 进行一个演唱啊 c大调 四二拍 来 准备 嗯 我听过几节体验课 嗯 你这听过几节体验课 居然把我们的精髓都学了这么一多半了 这可不行啊 哈哈哈哈 嗯 好 来 第三条 准备 还是很简单 还是很简单啊 同学们 老师还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的去找到音准啊 这里老师要给大家说一点点啊 啊 要注意mi fa和西刀 他们这两组音之间啊 两组四个音之间 他们是半音的关系 所以挨得非常的近 涅槃重生同学都说了啊 灯火兰山同学你是天才哦 哈哈哈哈 丢手卷没毛病啊 啊 来一起唱起来同学们 走 稍微慢一点点啊 准备走 so la so la so la so so do si la so so mi so so mi mi so so mi rai fa mi right do right do 很好 诗话同学找朋友啊 啊应该是大家儿时的一个经常玩的一个小游戏 对不对啊 很简单 真的啊 老师就是为了让大家演唱这么简单的曲子 能够很好的找到音准啊 就是为了解决大家音准的问题啊 同学们不要有多的其他想法 说老师你是不是不会讲难谱的不要着急 我只能告诉同学们 这才是刚刚开始哦 难的还在后头啊 别着急 准备再来一遍 走 so la 慢一点啊 刚才是欢快的 我们现在来一点点什么呀 忧郁的 准备 inici stop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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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stop do 시 la posso sou so me sou so me me sou so me right far me right do right do 是不是很忧郁 很简单 对不对 好同学们 那么 我叹一口气 我们的时光 好像 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快乐的时光上课也就 到了我们说下课的时间了 同学们来吧 我们来一个几分钟的答疑吧 好不好 来在答疑的过程中 同学们 还有12分钟 哎呀同学 行啊 灯火栏山同学 来 你提问题 老师来请你解答 好不好 来 来啊 来同学们 有什么问题 来解答 对了 还有刚才 那个那个那个工商觉知语同学 你说的问题 我解答的对吗 还是说我解答的还是 不是你想 你想得到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答案 来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 尽管跟老师说 有些东西呢 是我们初阶课的老师 言而不敬 这个 绝对 一五一十的告诉同学们 那么我们进阶和高阶的课呢 同学老师只能跟大家说 且息 给大家浅息一下 来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进行一个答疑时间 好不好 我唱到七 我唱七个音 都是一个调 OK 同学 我明白你意思 就是 你唱的可能是 是这个意思吗 十万里的风 同学 对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老师给大家 给你解释一下 老师给你解释一下 不要着急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叫什么呀 叫做音阶 音列 对 所以你要想象中 感觉像爬楼梯一样 看 Do Re Mi Fa 我们要用自己的一个意识 往上抬一抬 往上唱一唱 你再试一试 等会儿 十万里的风 同学 来跟着老师 不用多 我们就三个音 好不好 就三个音 Do Re Mi 准备 试一下 十万里的风 同学 试一下 听好 Ri 往上走一走 Do Ri 对 放开 一定要放松 放开 Do Ri 再往上 我相信你做到了 再往上一个 Mi 张开嘴 再来一遍 Do Ri Mi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了 十里 风的同学 十里的风同学 你要做到了 给老师在弹幕里打过666 好不好 送给自己 如果做到的情况下 一定要放深 放开 你要想象中 它每一个音是有一个楼梯 台阶 似的 我们音阶 像一个音阶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这么往上走的 好 我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 同学说气息的问题 横格膜 怎么把气膜打开 小凤同学 膜是一个枕个 在我们这里 是一张枕膜 怎么能把膜打开 同学 不可能 是一张枕的膜 我们的气息息在这里 这个膜是进行一个什么 我们吸气的时候 它正好是一个 按正常的理解 吸气这个膜应该是怎么样 是向下压下去 对不对 气息是往下压的 但是确确恰恰相反 它吸气膜是往上走的 使得我们这个丹田 这里的气息的空间 会吸得很大 而没气的时候 它才会这样 向下挤压了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膜怎么打开 我没有这个说法 好 水浮联同学说 低音下不去 低音下不去同学 你看 我们说过了 高音叫什么 高音气息往下 声音往上 对不对 那么低音我们相反 叫做什么 低音高位置唱 你看从D做一个示范 D 低音 C就不往下 沉气了 尽量稍微把气息 上伏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声音 往外 往外推一些 这样声音往外推一些 我们叫做什么 高音向下 低音高唱 上哼下探是高音 低音高唱 高位唱 这就是一个低音可以下去一些 就声音稍微往前推一点点 来 潮流同学 体验课老师 发我一和五 线不对 什么意思 同学 老师发你的哪个 体验课 老师说我们的 老师说我们发 和都 和五 线不对 同学 我没有读懂这句话的意思 潮流同学 嗯 好 工程哲学 我觉得你唱的对 但是个别老师说成了 so ok 那可能是老师的这个方言 普通话的问题 同学们 对 老师在点评作用中 也说过同学们 我们唱歌 尽量要用我们的普通话 不要用方言来进行演唱 除非是我们一些 当地的名歌作品 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方言来进行演唱 这样会更加的原汁原味 更有味道 啊 那么如果是正常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话 一定要用我们的什么样 普通话来进行演唱 啊 好 好 一五 发音和习惯 都 so 发音和习惯不同 嗯 哎 老师是真没有读懂这句话的意思 好 我再往下看啊 啊 灯火蓝山同学说 大树 啊 so 到高音的do 那个地方 我感觉 一下发力 不太 适应 上去 应该怎么办 嗯 不是一下发力 同学 我们的气息 我们叫什么呀 声音 你只要在 说话 演唱过程中 我们气息 都是在什么呀 进行流动的 我们的声音是靠着气息来带动的啊 所以你要注意 是靠气息来带动 不是说到了高音啊 我才会 啊 才下那 才使劲 那就已经晚了 啊 那就已经晚了 同学们啊 啊 灯火蓝山同学 那已经晚了啊 我们要从一张嘴唱歌开始 唱 不管哪个音开始 他就已经是在 气息上 气息上 带动的在唱了啊 好 好 我看啊 学习助理老师 谢谢 啊 这是什么 美名的 啊 今天夏至 老师说 啊 太阳 直在 北回归线上 哈哈 同学 你直直在给我老师 讲这个 自然科学吗 哈哈哈哈 好了啊 同学们 你们问题啊 很多 很好 来 不要着急啊 来 我们进行一个这个 这节课一个叫什么 知识总结 我们同学会说老师这节课都学了什么呀 感觉 好像在唱歌 然后就看一堆文字啊 来看看我们这节课都学什么啊 来 这节课的一个知识总结 我们首先学习了音的产生 对不对 哎 什么是音 音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进入到我们耳朵 使得我们人体感受到这个东西叫做音呢 啊 我们学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音的性质有哪些呀 高低长短 嗯 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啊 好音 阅音噪音 这些都是音的一些性质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还学了音列 音阶 以及音区啊 以及对简朴的一个认识 包括对简朴的音名啊 唱名啊 标记啊 等等的一些 对不对 哎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四个知识点 啊 啊 这朋友说到家了 太好了 平安到家就好啊 平安到家就好 这朋友学啊 好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同学们 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了一些东西咯啊 好 来 这个老师看看啊 不想啊 不想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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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啊 马迪娜同学 老师这么说 同学 嗯 你光录声音呢 呃 是可以的 那我们只是老师说 尽量同学们能够拍视频给老师 你像老师这样 你看同学们 我学你们唱歌啊 呃 不是 不是学同学们唱歌啊 就是一些没有学过唱歌的同学呢 是这样发生的 可能我们唱歌 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呢 嗯 唱一首 就正常唱一个 Dore mi fa so la si吧 你看同学们 肯定会是这样唱的 Dore mi fa so la si 对不对 老师这样的话 会很直观的看到同学们 嘴巴有没有打开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 同学们这里 脖子有没有使劲 啊 这是两个很直观的能够看到的问题 那么第三呢 就是什么呀 同学在演唱的音准当中 啊 又是什么样子 这是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通过视频 老师可以非常的直观 能够看到 对不对 而你们要是不录视频 可能啊 就是录一个声音的话 老师这三个点只能看到一点 就是同学们的音准问题 对不对 哎 老师并不知道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挤嗓子呀 有没有打开口腔啊 声带有没有放松 气息有没有真正的下沉 带动的声音 这么去演唱 对吧 这些一些问题 细节的问题 就看不到了 啊 所以同学们 老师提倡大家 还是尽量用视频来进行演唱 啊 不要不要这个同学们 不要羞涩 不要害羞 对不对 如果大家唱得很好 老师会给大家推上热门 啊 让大家能够 大家都可以看到同学的演唱 如果唱得不是很好 不要灰心 也不要这个 这个着急 老师会在 呃 或 你只要跟老师 会一点一点的进行改善 真的 会一点一点进行的改善 这是老师可以跟你说的 就是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对不对 一定是会比你之前没有系统的学习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啊 所以同学们一定还是尽量来录视频 好不好 哎 然后我在看啊 还有同学们 这朋友到家了 还有 侯爱说 这个 这个 名词解释是不是要 被讳 哪个同学 就是 Doremi Faso La C 和CDEFGAB吗 嗯 这个当然不是说要一定被讳 而是说同学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随时都会在运 那都会在用它 随时都会在用它 啊 嗯 没有 这篷同学说 没有见过这位老师 哈哈 嗯 嗯 就因为大叔老师上体验课 可能你都完美的错过了啊 都完美的与我肩并肩的错过 哈哈哈哈 我们是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可是在作业当中 看到过你很多次 啊 好 啊 没关系 不客气 不客气 你属于 你 漏嘴流行 是 啊 没听 没看懂这句话意思啊 同学啊 啊 老师 录像回放 哪里可以看 啊 老师待会下播以后 同学 进行一个作业上传 大概在我们后台进行一个审核 然后在一到两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了 嗯 期待 露脸的 灯火 是否阑珊 哈哈哈哈 同学我拍你们好幽默呀 太太棒了 太棒了啊 老师 你叫什么 我叫大树老师啊 传递者 大树老师 我希望 一样啊 上课之前 我希望用老师这些 单薄的这些 呃 这些知识啊 一定给同学们 讲好 让同学们真正的对音乐有所了解 好不好 啊 我叫大树老师 大树 就是我们 夏天好乘凉的大树 哈哈哈哈 好 我看啊 还有吗 那不期待 哈哈 好 我叫大树老师啊 啊 水福联同学说 我老师叫 我说啦 我叫大树 大树 大树 就是大家乘凉的那个大树 这两天天热了 你们躲在大树下面 乘凉 对不对 啊 好嘞 好 像大树一样健壮 好嘞 那老师尽量吃的健壮一下 吃的越来越胖 哈哈 好了 同学们 OK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支持点回复了啊 那么接下来说一个作业吧 作业 同学们 很简单 就两个作业啊 第一是一个高音区和低音区的标记 那么这里老师给大家出了三个填空 那么大家就正常一个填写就可以了 不管哪个音 Doramifasolasi随便填三个音 它的标记方法是什么样 老师就想知道同学们能不能很好地掌握到 它是怎么进行一个标记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两条试唱 我们上课已经带同学们唱过了啊 我希望同学们提交作业的时候 能够非常准地唱好每一个音 好不好啊 包括每个音的这个 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每个音的音准啊 这个就是老师最这个作业的一个唯一要求啊 就是准啊 不要着急啊 当然这个提交作业的时间的同学们 从今天晚上下课以后到第二天的下午三点之前 同学们进行一个提交就可以了 好不好啊 好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下节课的这个预告吧 我们下节课学什么 下节课就学什么呀 同学们 学音符的实质换算了 那这是我们一个课题 那么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音符的后边多的 音符右边的那个小短线叫什么呀 叫增实线 那么音符的下边也有一条线叫什么 减实线 这都会来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包括给同学们先认识一下 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是什么样子的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啦 同学们期待下节课和同学们相见啊 来 再说一个最关键就是同学们提交作业啊 提交作业 老师一开始呢 用视频给大家说了 那么这里呢 用图片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大鹏教育APP的啊 同学们进行一样 打开APP 找到C位的发布啊 最下方 一个处在最中间的地方啊 C位发布 点开以后 这里选择正式课作业提交 第二步找到06217啊 来进行一个提交 这里是我们的网页上一样 登录以后找到正式课作业 然后一样找到06217来进行一个提交 就OK啦 好 这就是我们作业的提交方式啊 同学们 好 我看看啊 同学们还有什么 老师幽默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老 不客气 工商学治理同学 也很感谢你进行了一些 一系列这些问题的提问啊 老师也很开心 能够帮助到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啊 没底气咋教我们啊 没底气啊 这朋友同学啊 你没有听 没有听到课 一路是在开车 那么老师这里给你简单说一下 没有底气的话 尽量把气息我们吸到丹田的位置 就是气息越往我们的身体的下方 吸就要吸的越深 我们这个气息就会越好啊 没有底气 这就是底气 吸的越往下 这就是底气了啊 来啊 我的课老师 先上传吧 基本9点半就可以看了 是的 是的 同学们 大叔老师有没有专辑 这是一个不能说的密 秘密 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啊 这鹏同学啊 好好行 同学们 同学们及时交作业啊 好嘞 还有问题吗 同学们 没有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啊 不客气 同学们 那么没有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 同学们 拜拜 感谢大家的聆听啊 好 再见 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晚安 同学们 好嘞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